我现在就把这个先这个光标点光点光点的对着那个这这色带的就有有那色标的那那那一派就是那个黑点对不对对对然后你调的时候他照白色部分的话灯就是亮的照黑色部分灯就灭了对吧 看看到了这上面这灯你看看这灯红色灯是不是对对他照着来他照着黑色灭了白色普通部分他就亮着的对吧然后你要看代长大概代长多少然后在那个先把那个光标光标设置点开对更正点开然后把那个没点开是什么样子的没点开就这样他就没走光标的那点开 对点开然后呢代长像我们这代长一般90左右90的话我们调到8585868788就行了如果说代长很长的话你就不要比那带子实际长度短个呃就是短短一点点调短稍微调短一点就行了然后呢比如说现在我上面已经调好了然后我再开机的话机器的话你看现在是没对整这里现在有吃风口是没对整的他冲到这里 现在呢我们要把这个位置调我们要把这位置调背后移转到这位置对不对对吧 我自己关掉先然后把这封口位置调下来然后把这封口位置调下来保着每天袋子是一样的对不对然后我就把 把这个调上去一点点 冰糖 放入一点 放入一点 然后再贴近 到缝合位置就晒了 还差一点点 再调一下吗 再烧一点 把这个往上移就行了 把这个光点往上面移一点点 对对对 反正调高度嘛 它这个跟着高 然后下面封口这个位置也跟着提高 那我切蛋给他看一下 可以 继续切的 帮你切一下 我待会调一下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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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看